嗆嗆三人行 刚才还跟扎老师说 咱们一切都要集观众之所集 是吗 我就说 这个 我有时候有一个感觉 就是当今这个年头 事实往哪发展 有时候要看 看媒体往哪聊 你也闹不清是谁先谁后 你看最近我就感觉到 这个媒体 似乎有一种倾向 因为前一阵咱们都在说 婚姻法的司法 什么解释出来了 新婚姻法的 离婚法 我基本上听到的 好像全部讲离婚的事 徐老师 你这就叫集媒体之所集了 中国最新离婚法 眼睛最毒的教授 没错 现在有的媒体 就在罗列一些不完全证据 好像有点往这聊 就好像就是说 有点想让人们形成这么一种推理 就是因为这个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导致现在 促进了离婚 促进去看 说徐老师怎么的 皮叫什么 皮不笑肉笑 你看首先 鱼路报道就推波助澜了 说张伯之离婚后身价暴升 10分钟竟然赚300万 当然主要还不是说这个 媒体称 婚姻法新结后 重庆登记结婚 减了三成 教授说 留法女学生都是潘金凌 这不是这个 这不是 武汉房产加明 争4分之1 4分之4弃税 称合乎国家规定法律条文 反正林林总总吧 说的这些个事 就是说 我们组里小姑娘也说 说她身边有的夫妻 这个新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出来 两口子就离婚了 能是为了这个就离吗 说是这玩意 肯定是跟财产有关系 对吧 这婚姻法的全是 我没看原文 不就是区别就在 就跟子东说的似的 主要是一旦离婚以后 这个财产怎么瓜分的问题 是难的 就还是难的 对 瓜分财产 因为这个事情到了这一步上 已经把我们这个人类 就是生活 人生里边最美好的东西 爱情已经变成了 瓜分完毕 冷冰冰的一个交易 这是错的地方 这是最错的地方 我觉得人要离婚 应该趁还有爱的时候 离婚也应该有一份爱 然后好像那个时候 是什么都好说 就是说你怎么说 反正你一起生活过的人 你多晚多长 以前讲一夜夫妻百夜恩 百日恩 许老师 许老师 让我说 原来你 想着就要有反夜了 如果你有好几年 如果你有好几年 你不管怎么样 这是你人生当中 这么重要的人 这么重要的事情 没错 你真的不应该到了什么 瓜分 或者是对阵 战斗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 也有的时候是什么 你说还爱的时候离 这个爱 他要一翻过来 就是恨 就是他那时候还恨 我知道 有的时候 还恨的时候 你知道吗 弄得你财产上 没法弄 这个女方 并不是真的 说想要你这么多钱 他就是 他还爱着你 那么你 不想 你找了别人 不是想离 不想跟你过了 但是你找了别人了 他这个爱变成恨了 于是这个时候 他这个恨 有可能在财产 非理性 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惩罚你 那个时候特别难办 你全都给我 你怎么办 所以就要靠 现在的离婚法 是吧 就绕回来了 就绕回这个 其实这个法律 我其实觉得 我不是不同意 我觉得就是说 这把这好多事情 说明白了 有它的好处 反而好 就在结婚之前 那个如果是 就是这种 就是就冲着 这个男的的房子 或者财产去的 你也就讨名了嘛 对吧 你到底 这个时候 你干脆就 婚前就协议好了 既然现在的新的法律 让你拿不着 他的房子了 你也就干脆 等于摆明了 因为男人 有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 我这个 可能说男人 不全是这样了 反正就是这种 有钱有地位 上了岁数的人 可能他都有一种幻象 就是说 这个年轻的 像我女儿 或者像我儿子一样大的人 他是看上了我的魅力 他不是就冲着我的钱来的 所以在这层 他可以给自己一个幻象 就是说 我们是爱情 对 他讲的太透彻了 这就是 我们是爱情 太残酷了 这真是太残酷了 这个叫 你要就像张爱玲 他要把 我们觉得张爱玲 怎么那么苛刻一个人 他要把人生 打一个黑底子 然后在上面再描一些 你的意思说 那些结婚的 他们有一定年龄差距的 都是一个 比方说孙中山觉得宋庆龄爱他 毛泽东觉得江青爱他 这个爱情 当然不是他的衰老的身体 自古长河爱少年 我从来觉得这个是一个假象 但是孙中山也不光一个身体 的确 这是一个综合的 对 综合的 而且他还不是那么老 你比如说你说 邓门迪爱上莫多克 是爱上他的身体 还是爱上他的钱和地位 和他所有的这个 这个男人的能力 对吧 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综合的 咱得当综合 咱不能让心意义的方法去聊 对 他是一个综合性的效应 化学反应 发生 你不能再分析 他的元素各占多少比例 但是绝对 他和他爱上了一个帅哥 一个年轻的 又是很很有能力的 是两回事 你以为他爱上帅哥 就是能爱上他什么吗 他可能也只是一个 也是一个假象 那帅哥更是假象了 不是假象 是很真实的 就所以为什么 其实这个古老的时候的 种马 是男的女的都一样的 就是说你先是爱上了一个身体 一个美好的身体 如果这个身体碰巧 还很聪明 就是他脑子也很不错 那当然就是 哇一下子就全通了 这个是最好的 百叶都通了 是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是 去分裂的呀 你得面对这个现实 对吧 那么这种法律上的 就是说 他就把这个 冷冰冰的这一面 给你从开始就说清楚 你到底是钱 意思就是说 现在比方说一个有名的演员 爱上了一个老年才剧 他有十个亿 意思说 现在如果他们结婚了 他那个十个亿 怎么也归不到这个女的身上 是不是这个意思 咱们现在说的 他的意思是 你要图他那十个亿 那你们就说清楚 对 婚前咱就讲清楚 对吧 那你憋着诈骗 那不行 对吧 就连像什么邓文迪 这大家都觉得 他那一出手那次 就前不久那次 还是证明他们 还是有爱情的 这也是有点瞎扯 这聊哪去了 对吧 但是他肯定在结婚之前 有一个协议 比如说在没生孩子 两位生孩子之前 你是拿不到我这么多钱的 不能把我钱全拿走 但是如果一旦生孩子 或者怎么样 是怎么分 又是一个说法 因为证明你们两个人 至少还是过了一段 有什么等等 你就是在摇头了 对 我跟你说 我是老土 我对这个实在 从感情上 从理智上都不能接受 我的信念是这样 很简单 我觉得男女在一起 如果说有 没爱就没意思 这是我第一 第二什么叫爱呢 爱就是说 你喜欢一个人 其实你是吃亏的 但是你以为自己占便宜 我说这个就叫爱 就是说你 你这个已经理智那面 已经出来了 在你前面那句 什么叫其实你是吃亏 就是事后是在旁人看 或者你事后 但是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比方说你碰到了一个人了 你就觉得敬畏天人 你就觉得这全天下 就是他最好 所以我才爱他 可能在旁边的人看来 其实你也很好 甚至你比他更好 或者这个人有这样这样 那个缺点 但是你是看不见的 因为你知道爱男女在一起 你有得必有失 最简单的说 你今天跟一个天仙在一起 可是你就放弃了 跟别人在一起的机会 所以你就是失 但是你爱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你的失的 这个才叫爱 如果你已经知道说 我跟他在一起 我要不跟他在一起 我可以跟什么人在一起 这么一套 那一开始就不是爱 那个简直就算 你到那份上 简直一般人我认为 开始还不是这么算 爱是有独占性的 我听说我听说 女的要真决定 嫁给谁的时候 是算得很清楚的 甚至爱也是一个分子 或者分母 就是说他 我看到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男的有的时候 还处于这个 这个火热眼的程度大 比如说就他的说法 就爱上了 对吧 就一个幻象 这个女的太漂亮了 哎呦就为了他 那就娶了他 对吧 男的有这样的 说一般女的 真决定要嫁一个男的 对 他是多方面的 爱也是一个很重的砝码的 当然我爱他 但是他也不能一无所有 甚至你知道 有些女的都能算到 一什么程度 就是说 好 他比我大二三十岁 是吧 他还有心脏病 那如果他再过二十年 他死了 我很年轻就守寡 女的都能想到 这是什么 你现在你举这例子 就很能说明问题 你举这个的时候 就要举一个像你女儿 那么大的女的 他算你什么 当然不是算你 他要看你的身体 然后看你的心 对 他要看你的心脏 和钱的比例 这完全已经不爱情了 我说的爱情 正常的情况要发生在 应该在年龄相近的男女身上发生 在那个时候 男性和女性的表现 他之所以要结婚 要什么 是差不多的 是是是 现在你说的已经是畸形了 为什么现在老师在算 凭什么要 就是一结婚的时候 要男方要买房子 凭什么 一般来说 如果是两个 比如说都是年龄相当 大学毕业 都没挣多少钱的时候 凭什么你要让男的 就先得扛着房子呢 当然是两个人要 你说的 你孩子都不像你 你现在都是为这些老男人 和小女孩 对 在配对的时候 你说的 你说的话 那些年轻男人们就爱你了 他们都得鼓掌 年轻的女人就不理你了 小狐媚们 我说你不要说年轻的女的 正在工作着的女性们 现在为什么我就很讨厌 这种什么圣女啊 什么这种词 什么呢 其实也有圣男 你知道吗 就是年轻的男人 被老男人们全都挤掉了 他们也在圣着 只能熬到他们中年的时候 才能娶到 女孩就是越是工作的 受过教育的 有尊严 有自尊的 他不会愿意为了一个 就我就卖青春 我为了这个这个钱 或者地位而去谈我 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的人 越在这个整个这种话语 在整个五四文化的倒退 现在这个社会完全是倒退 就是说别看我们共产党 就是说实话 中国女性天生的 对五四文化 共产党讲男女平权 都是很亲近的 就是说这一套东西是下来的 可是到后来 我们男女平权 到了铁姑娘什么男女 能等半天天的 已经把女的变成男的的时候 他这个钟白打过了 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我们又往回答 又打过了 问题是中国历史就是钟白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与锦贵酒 欧派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我选欧派 有家有爱有欧派 你看看 家老师刚才这气氛就看出来 他本来今天是有备而来 是要来退我 他是要跟你商榷吗 不是商榷 他就是要来批判 他就是要来批判 大批判 因为不是 就是他我正好恰巧 平常我也不太看电视 他就是恰巧看了他前后就有两次节目 含婚姻法和什么 你先让我交代交代 你先让我交代交代 我觉得这个批判非常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自个知道 就是长期以来 我对这个什么女人 婚姻爱情 一些说法 其实我知道 有一些姐妹们 那是深无痛绝 引起他们对我的这个反感 我也承认 我有偏见 我有偏见 但是呢 这个世界上 政见就是由所有的偏见 加起来组成的 先把招牌自制 先把资就放特地 让人舍不得 菜的 觉得 我还捍卫我的观点 我是说 与其让我改变我的偏见 改变我的观点 我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干脆就让一个不同于我的观点 在这当众公开批判我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言论自由吗 你要批判他什么了 没有 但是刚才咱们说了 什么大男子主义 他在比大男人 小男人的大男子主义 或者怎么说 反正他有点拧巴 但是刚 我觉得一交流完了以后 其实我跟那个观点 没有我想象的差别那么大 他们批判我不满意 对吧 对我的一些观点 尤其我还见到一群姐妹们 跟我写信 那家伙恨的 是吗 我都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我预设的一个前提 他们主要被我说话 这个效果所激怒 对吧 他没注意到 我有一个预设的前提 我的前提是 人生是非常具体的 没有一个观点 说是我能概括女人 我总是说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 我总是说 有一部分女人是怎么样 你注意到吗 因为人是特别具体的 没错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什么小女人老男人 你知道我有时候 听见这个说法 我也很讨厌 就是说 难道所有的小姑娘 找老男人 就不是爱情 可就谋财害命吗 绝对不是 但是我确实 我是男人 反之一人 小青年找老女人 也不是权势 对 像这样的那样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头脑有双轨制 我也承认 从另一个轨上来说 你如果说 从统计上讲 也许是有这么一个比例 可是我仍然要说 两个人的关系 是没有重复的 对 世界上有多少 有这么样一个男人 就会有那么样一个女人 没错 他们俩的关系 这个成分 是绝无从样的 这就对了 咱俩人没什么脆了 小女孩跟一个年纪比较大 可能有钱 可能有权的男人 他可能一开始 是有功利的打算 或者他能够帮我 或者怎么 但是久了以后 他会慢慢的爱上他 这样的例子很多 但是如果是一个 二十来岁的男孩 他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的 他女的也给他 各种各样的帮助 可是再怎么帮助他 他后来都很难爱上他 这个是有很多实力 这个里边是有差别 所以我还是认为 没有那么强的 没有你想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 整个是一个男权话语的 都是一个 他的描述都是这样的 实际上背后我要说 你干脆说到底 背后就是跟经济有关系 跟女性的 对是吧 而且这种女性的生理的变化 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生孩子 生孩子养孩子 你看就是说他就 我们最明显的文学作品里面 你看那个Natasha 就是战争与和平里边 可能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妻子的造型 多么美好的一个少女 后来生了二十个孩子 或者十几个 马上变成了一个很贼胖的 胖的一个老太太了 只有托尔斯泰这样的人 才能从这种女人身上 还看出他的美 就是他有一种精神上的美 但是实际上 从外形上已经全变了 是什么改变了他 生了二十个孩子 男人不生孩子 对吧 所以这个 而且这个会对他的职业 对他的脑力的发展 和他的外都有影响 我觉得这种前提 特别根本的问题 对 在这个前提下 就造成了你说的这种 那就说到最后 怎么办呢 需要我们要回到人 就人的这种尊严和同情心 和对这种生理 就是对你的同类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身体和心理的发展 和衰落这种 你要有一个 不是那么绝对自私的 一个关怀和理解 爱情可以从这儿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你跟我说 这玩意 不明白 不是 我觉得你所指出的 那都是一种 很高尚的人了 或者说 很不同于低级趣味的 你比如说 你说的这个 就好像说 像是那个写情人 那个法国女作家杜拉斯 老年 不是有个年轻小伙子 爱他吗 对 他总是在追忆 他们的第一幕 就那小伙子 从人群中向他走过来 说我爱你 我爱你那张 宝经沧桑的脸 对对对 我爱你那脸褶子 但是实际上 不是那么简单 他是文学生化 而在杜拉斯 实际生活 他确实晚年 是有年轻的 一直有一个 很久的年轻的情人 但是我跟你说 为什么再在根本上 有一种残酷性 说说说 你说你说 你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明 在这种畸形的这种关系 已经形成了惯事情况下 你忽略了一些 很古老的 很基本的 其实男女 应该是同龄的 我明白 女色我跟你说 你想说 有权有钱的女人 也会喜欢男色 所以老年人 喜欢小姑娘 这个并不是单相 不不不 那个也是不正常的 那个也不太正常 为什么不正常 我觉得这个 不是 女的活的长 男的活的短 你别说 这有关系 到最后这种 你听着 好好好 对 他这种女的长寿 对吧 他的耐性 什么等等 决定他最后长寿 你这种 这种父亲和女儿的关系 到最后的残酷 就在于 实际上 这个女的的后半生 完全是一个人 他 的确 他有没有 再做年轻男的吗 他有钱了吗 他有钱了吗 在当中牺牲了什么 就牺牲了爱情 你不是说 他会有爱情吗 我没说他会有爱情吗 这种就肯定 人家一般盛传 杨真宁和他的 是有爱情的吗 是 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但是我都不愿意想细节 这不能想了 一个28岁的女人 对一个80多岁的老人 哪怕他是上帝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真的不能想象 我们不去做评价 我认为那个个案 我也不想做任何裁判 反过来也一样 就是如果28岁的男人 爱上了一个天才的女性 她是82岁 你怎么想呢 可能有 照顾她身体 照顾啊 是可以啊 可是这是人类的感情啊 丰富性 对 太丰富了 你不能去裁判这件事了 丰富性 有的时候你弄不清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为什么在一起 对没错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我们现在说的半天 还是说个案和这个普遍 没错 而且女的比咱们活得差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改变距离 这样不行 只有改变速度 才能改变距离 迈达斯轨道车辆旅行彩 为您建造美好未来 一百年前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太太乐创造了鸡精 今天太太乐唱到仙上加仙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仙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四十五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有两点呢 我同意小赵说的 第一个以前呢 大家同情这个诺拉 诺拉出走 现在的社会呢 大家想做诺拉而不得 不愿意出走 有很多人 这个现象很不正常 我也同意 那当然了 年轻人年龄相当 这样的爱情是最理想的 是查没几岁 这样做的事情 但问题是现在你看 离婚法也好 社会现象传媒也好 大量在中国目前的特定阶段 出现那种权力 金钱 跟年龄很大差距的男女爱情 没错 问题是怎么看这个东西 我呢 不赞成 简单的把它全否定掉 说明他们都是在算计 因为其实呢 中间我们最美好的来想象 讲清毛泽东 送清的 我举一大堆例子 那没好了 不不不不 当然 你还过来 你还可以给他想一些好的例子 比方说 我们不都知道距离产生美吗 距离产生美 他有一个什么 就比方说你一个 叫半堂 你一个20岁的女生吧 他找一个25岁的男生 22岁的男生吧 他不觉得他年轻 他看不出他的年轻的好处 但反过来 如果他碰到个30多岁的人呢 他就很尊重他的年轻 你一个40岁的人 有个几十万 穷得很 可是你碰到一个20岁的男生 他非常朴素的时候 他觉得你还有钱呢 他很尊重你的才能呢 所以有时候 有些时候 美好的地方来想 这样有差距的爱情 可能也是爱情 这就是我的换意 当然了 当然了 你不能把这些东西 都换了做是幻象 这不是特例 相当于一部分 相当于一部分 你比如他讲的这个 还真的说是 一个20多岁的男孩子 看一个20岁的女孩子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最真爱他的 可能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 他知道 是吧 那有的女人 有的小女孩喜欢中 有的小女孩喜欢被人疼爱 那当然了 他们也个人 那当然了 只有40多 四五十岁的女的 他才知道年轻小伙子 没错 当年我为了钱 对 所以你看到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事情都要全面的 从两上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两个角度来看 都要轻易的看不起 某一种人 某一种男子 要尊重 所以我说要尊重 每一个选择 连小三我都不是贬义词 对吗 所以是说 这里边你看到一个 人类的资源配置 性资源配置的学问 这个里边 年轻年老 男性女性 不同阶段 这是个资源配置 你如果真要在总体上 也是一个方式 所以以前那个 妻妾成群 就是资源配置的 一个典范 只有有钱的人 才能养这么多老婆 他们是养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那是个资源配置的 都是 我 我